近日冯提莫登上了红毯 当天很多人都来看冯提莫的直播 当天冯提莫头戴花朵花缓 身穿一袭坠满花朵的薄纱裙 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仙女一样 不知道大家之前看到过 迪丽热巴参加快本的节目吗 当时冯提莫也登上了这个舞台的 网红和明星的同框也迎来不少的热议 大家都很明显地看出来 热巴穿的是一双白色的平地鞋 冯提莫穿的却是一双白色增高鞋 而且这鞋底还是很高的 两人同框之后 可以看出热巴还是压制冯提莫不少的 其实冯提莫不光身高被大家调侃 就连容貌也是一直被网友们质疑整容 从路人到网红 冯提莫拥有的不仅是让人惊艳的歌声 就连整容时也是很惊艳的 一开始冯提莫刚开播的时候 还是大饼脸圆眼睛 而且鼻子也是很趴的 下巴也是非常的短 以前的冯提莫长相还是很接地气的 没想到赚钱之后 冯提莫就开始慢慢的变脸了 这容前后对比照曝光了 现在看上去都是巴掌小脸 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和樱桃小嘴 还是漂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